杀了他 米格夫 想不到你要杀我面孔 好 快追 快追啊 站住 快 李太医 你杀了我 你也活不了 米德夫 你别以为杀了我 就没有人知道 你是傲拜的内奸了 你别忘了 我还有我妹妹一婚 我若是死了 她绝对不会放过你 李太医 你 你我都是同乡有同性 我本来是想照顾你的 可是太皇太后 这意志一下来 我们这些做奴才的 除了照办 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救了皇上的性命 又助皇上擒拿奥拜 立下大功 太皇太后 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置我于此地 都怪你那个妹妹啊 仗着皇上 对她的宠爱 她就无法无天 我在这宫里 都已经几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哪个宫人敢打皇上打 义欢呢 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太皇太后 不会放过她 李太医 你想把我放了 继续替我保守秘密 让我去向太皇太后求情 我尽量求情 你看怎么样 那那些宫人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咱们都泥菩萨过河 此生难保 哪还有闲心顾忌他们啊 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这么多无辜的人丧命 我要见皇上 住手 皇上 为神参见皇上 平身吧 李太医 真赦你无罪 你现在马上和索卧图 去解救那些中毒的宫人 为臣遵旨 这 快 李得福 这差事你办得可真是用心啊 皇上恕罪 十叔姑娘 老奴也是实属无奈 十叔姑娘您大人大量 不要记恨老奴啊 忠常大人 公公有礼了 公众一切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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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堂大人 您放心吧 一切尽在中堂大人的掌控之中 皇上好吗 皇上现在 还是每天跟一些小伙伴们 摔跤玩耍 无心朝政 他那都是故意 做给老夫看的吧 当年顺志爷 林中脱钩的景象 老夫是历历在乎 不过如今皇上 吃苦硬了 不把我瞪老臣看在眼里了 是时候给他点教训了 那中堂大人 您的意思是 每日给皇上 以重补药吧 好 记住啊 看着他喝下去 懂了吗 刘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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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是如何知道的 公公 我这口气练得还不错吧 原来 原来 原来那晚 你也在马车上 那你是如何知道是我 公公啊 虽然您那天行事谨慎 戴着黑纱 我看不清您长什么样子 但是 我看到了您耳朵后面那颗雾子 所以 我还是认出的是公公您 李一欢 太皇太后果然说得没错 你真不是一个简单的小丫头 可是李公公啊 这太皇太后也看错了您啊 您也不是一个忠心的奴才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 李公公 您知道的 我这个人啊 是不会害别人的 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害人的人 所以 只要您不对我们兄妹两个 起什么担心 那我们 自然不会对您怎么样 但如果 您的心里 对我们兄妹两个 皇上 等等我 来 龙小弟 谢谢你啊 其实就算你不求我 我也要救那些工人们 虽然这会让太皇太后特不高兴 但是朕已经勤下了傲白 真正亲者 朕必须坚持其切 不过 这个李公公实在是太讨厌了 像太皇太后高密的人肯定是他 这个朕怎么会不知道呢 但是李德复十岁就进宫了 侍奉过三代君王 太皇太后对他十分宠信 打朕小的时候啊 就是由他 把朕内一举一动 汇报给太皇太后 这已经是惯例了 就算朕有不满 也无可奈何呀 没想到皇上 也有这么多的无可奈何啊 咱们皇上无奈的事情多着呢 对了 大部分那解药 你搜到了吗 我哥哥还没有完全地研制出来 估计这个傲拜 是想彻底让我和哥哥给他陪葬了 那怎么办 这傲拜虽然已经亲下了 但他毕竟是三朝元老 他的一生功过十分复杂 朕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置他呢 而且他的性子十分解药 无论如何 他都不肯交出大不安的解药 龙小弟 我是你老大 自古啊 吉人自有天相 没问题的我 朕真的是没用啊 连你都保护不好 龙小弟 你可千万不要对我这么好 不然我会愧疚的 都快点 把药给我灌下去 慢点 把药赶快灌下去 快点 赶紧的 把嘴敲开 给我喂下去 快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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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皇上 不必多礼 先救人吧 快 救人 皇上 我已经安排他们 把药得给灌下去了 那他们是不是得救了 药已经喂下去了 命是搞住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 这酒毒性实在太烈了 纵然服下解药 毒素也早已侵害了他们的咽喉 从今以后 他们再也不能说话了 你是说 他们以后 他们以后 都是哑巴了 是我害了你 对不起啊 都是我害了你们 都是我害了你们